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男生 我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得到他 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用什么样的手段 但是你以为的这种喜欢 其实不是喜欢也不是爱 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 爱一个人 会为对方去着想 会想到我做的这些事情 他会不会不高兴 所以你仅仅只是满足了 自己的一己私欲 所以你也没有多喜欢他 他之所以这样一遍一遍 能骗得了你又和好 就是你们分手分得太轻易 和好和好的也太轻易 现在大部分的年轻的情侣 分手不知道为什么分手 和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和好 反正就是感动得 稀里糊涂的时候就和好了 然后我不爽的时候 我就分手了 你第一次原谅了他 你就应该知道 那不是原谅他那次错误 那是重建信任 如果你选择了原谅 那么之后有很多事情 你就要一直选择原谅 因为你间接表明 你接受了他这次欺骗你了 一而再再而三 他知道我只要略施小计 他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 所以如果分手 就认认真真地分手 和好的时候要想清楚 分手的问题能不能解决 解决了之后应该怎么样在一起 然后再选择和好 不能仅仅因为感动 就盲目地再在一起 好吗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刘娜老师 一个人自身的状态 决定了别人对于你的方式和态度 他永远在身边的人和朋友面前 营造一种氛围 我是一个受过伤的人 你们不要欺骗我 而且总是宣称说 我一定要找一个 没有前任的女朋友 是你自己把自己 营造成像一个病人 时时刻刻对满世界说 我受了伤 不要刺激我 那周围的人该怎么对待你呢 那只有隐瞒了 他又喜欢你 又想靠近你 又不符合你的标准 那就只有隐瞒你了 所以如果你要像一个 正常人的活着 就不要有那种歪逻辑 我受过前任的伤 我就要找一个没有前任的 你这样的种种行为 和种种的这样的 对外界的宣誓 让别人没有办法对待你 你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找到一个 真真正正能够走进你心里的人 因为谁在你身边 都是成惶成恐的 就像原来的那句俗话 你不要尝试地去 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就是这个意思 你如果真的有这种障碍 去找新的医生 不要谈恋爱 等你迈过了这道坎了 你再去谈恋爱 而对于女生来说 爱情不是拯救 越是面对于这样的一个 你感觉你可以联系的男人 同时他身上 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要做的就是远离他 不要去靠近他 你在惹事 知道吗 你在害他 你知道吗 你也害自己 不要觉得 这好像像一场游戏 到最后你脱不了身 就这样